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手上的这本书就是叫做《Life Scenario》 《Life Scenario》就是人生规划 人生规划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蓝图 它能够描绘我们未来中理想的自己 这本书我手上的... 对不起 我又是太紧张了 其实我们的《Life Scenario》就是我们的人生蓝图 它就像是一个GPS帮我们设定我们的目标 当我们设定了这个目标 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之后 因为很明确了 所以我们就会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有成功规划人生的一个成功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一样 他是四十多岁 那我的这个朋友他也跟我一样有两个孩子 但是不同的就是我的这个朋友 他有十间房子 而我只有一间 那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我就问他 为什么他可以有十间房子 他就告诉我 因为他在二十岁出来社会做工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我们人不可能做工一辈子的 所以的话他就在二十岁做工的时候 他就开始一边做工一边存钱 然后一边买房子 所以当他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呢 他就买了十间房子 那他现在呢 他就过着他想要的生活 因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收租婆 那他也通过了他的这个租金呢 他也买了他自己的dream house 还有他的dream car 然后呢 还有他就是可以送他的两个孩子去外国留学 那我就问他咯 我就讲说 哇你很厉害 如果二十年前我认识你就好 那他就讲说 很多人也是跟他这么说 所以我就 然后我这里就做一个小总结 如果我们在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好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的话 那么呢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期限的到了时候呢 我们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理想中的自己 那我现在就要讲回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结了婚之后呢 我就是一直过着知足常乐的生活 那我在我就没有了那个梦想 那当我在2017年 就是第一次到韩国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 我就有机会接触到这本书 那时候呢 是我第一次参与韩国的成功学院 那时候在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只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它是一本魔法书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里面写什么呢 它将会实现 所以呢 当天晚上我拿了这本书回到那个房间的时候 我们就一群人就在那边写 那我一打开这本书 它就是有八个目标 就是让我们去写 那其实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梦想了 所以呢我一时之间也不懂要写什么 可是呢我就问了我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做了什么事 我会让我自己更开心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问我自己 我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 会让我很难过 所以呢我就带着这两个问题呢 我就写了这本人生规划书 那我现在就来说一说 我当时就写了什么 我第一个写的呢就是我的那个Mastership 那我当时呢在2月份的时候 2017年2月份的时候呢 我还不是销售大师 可是呢那时候因为我的妹妹啊 她就是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 马来西亚 艾多美开幕 两个星期内呢她就成为了那个钻石大师 所以我也很羡慕她 我希望说我自己也能够达到这样子的阶级 所以我在2017 我就在那时候我就写了 我要在3月份的时候呢成为销售大师 然后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成为钻石大师 所以呢我那时候其实呢距离那个销售大师的那个业绩是很远的 因为呢我在那时的时候我一个cycle 也就是15天里面呢我的对碰呢 是拿到只是大概是3到4次而已 所以距离销售大师的那个距离呢250万 简直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 可是呢我那时因为我就有这个信念嘛 我就觉得说可以乱乱写嘛 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所以我当时我就这样子写下去 结果不小心我2月份写 结果呢我在3月份的时候就完成了销售大师 那刚才也就说 我就写了我在6月份的时候要成为那个钻石大师 那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呢 我其实还不大清楚说 其实钻石大师下面要有两个销售大师左右两边嘛 但是呢我那时就是这样子写 那结果呢不小心哈 我在我的这个钻石大师是迟到的 结果在11月份的时候呢 也完成了这个钻石大师 然后现在我想起来哈 其实我很后悔 因为我这样子哈 就是想写我就这样子写下去 如果当时我写的是玫瑰啊 可能我现在是玫瑰 所以哈梦想真的是可以放大的哈 那我另外一个写的呢就是我的儿女 那我有两个女儿 那我在小的时候因为我的家境比较贫穷 所以呢我都没有机会去学一些我想学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很羡慕我的同学呢 可以去学画画可以去学钢琴 所以呢我就把我的这个梦想啊 就是建筑在我的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一直呢很希望说 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去学一些东西 那当我的孩子小时候呢 我就开始让他们学钢琴 那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想要学其他的东西 那我记得啦 我在写这本人生规划的时候 我其实就想起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的女儿有一次她就告诉我 她说妈咪啊某某在开始 已经在学小提琴了 然后我就看着我的女儿的眼睛 我就问她说你想学啊 她就别过头去 然后眼神就离开了 她就想没有啊 可是呢我看着我的那个女儿的那个样子 我知道她很想学小提琴 然后呢可是我没有办法让她学 所以我就觉得我做不到我的 我满足不了我的孩子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我也觉得自己很差劲 然后让我觉得我很难过 所以呢我当时在写这个人生规划的时候呢 我就写我希望呢我的孩子呢 能够就是在她想要学什么 我都能够满足她 结果呢我很感恩啊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写 然后呢所以我就在2017年的 2017年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7年底 我也完成了这个愿望 我的孩子呢终于可以实现她的愿望 去学了小提琴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父母 那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就离开家里呢到新加坡去做工 那结老婚之后呢也是很少回家 那我很少回家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赚的钱很少 所以每一次回我的娘家的话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那如果我回家的话 又要车游啊 又要带爸爸妈妈去买东西 然后我一定会给我的爸爸妈妈钱的 然后如果没有给他们钱 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所以我就为了要避免自己太大的那个开销啊 然后其实自己也没有这样多钱 所以呢我就很少回家 所以每次我看到我的妹妹啊 我的姐姐啊 她们可以回家去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很羡慕她们 所以那时候我想到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又再写下了我对我的父母的一个孝心 所以呢我就写我希望我可以给我的父母呢 就是零用钱 然后那我也是很感恩啊 我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也是完成了这个心愿 我就是能够每个月呢 就是从300块到现在 我可以每个月给我的妈妈500块 然后以前呢 然后我每次在给我的妈妈钱的时候呢 在我之前还没有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每次回家 如果我给我妈妈的钱 我妈妈钱的时候呢 当我交给我妈妈的时候呢 我妈妈一定会拒绝我的 她就想 他就想 他就想说 不要 他讲你不要拿钱给我 你没有钱 说我的老公 我的老公叫 他讲他做工很辛苦 因为我老公是做家事的 那他呢 因工作需要 有时他必须就是骑着摩托车 然后去到新加坡做工 然后有时半夜才回来 所以我妈妈在拿我们的钱的时候呢 她都会觉得说很心疼我们啊 都是希望说我们的身上可以留多一点钱 让我们可以比较不会 皮包比较不会这么紧哦 然后可是我做了爱多美之后呢 当我拿钱给我的妈妈的时候呢 我妈妈就讲 我妈妈就会拿那个钱 我妈妈其实也是会租给我 她会说 不要啦 你没有老婆 然后我就会讲说 我没有啊 我做爱多美啊 所以 所以呢 我可以看得到 我的妈妈在以前她拿我的钱的时候呢 她是非常的担心的 很操心的 可是当现在我拿钱给她的时候呢 她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安慰的 而且是很放心的 因为她知道她的孩子呢 已经没有这种经济的那个负担 还有那种窘境了 那我想说的就是 这本书呢 是美婷在40岁的时候呢 一个最好的礼物 因为有了这本书呢 我写下了我的那个目标呢 所以我在做爱多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每当我低潮的时候 或者是失落的时候 或者是失忆的时候 我想起我妈妈的眼神 我想起我女儿 没有的去学那个小提琴的 那个眼神 我就会鼓励我自己 我就 我就会告诉我自己 再加油一点 再坚持下去 那如果我再坚持下去的话 那么呢 我就能够 让我的父母放心 然后让我的孩子 可以去做她 去学她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本书呢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也是一个信心的那个来源 那最后呢 我想说的就是 那我想说的就是 世界上呢 很多人都在找成功的法则 然后甚至有很多人呢 会花很多钱去上课 来学习一个成功的方法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今天我们在爱多美 这本人生规划书呢 其实就是一个成功法则来的 只要呢 我们呢 把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梦想写下去 那么呢 我们就是设定了目标 也限制给自己一个期限 那么呢 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世界上呢 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 氧气是免费的 亲情也是免费的 爱多美会员是免费的 我们的这本人生规划书也是免费的 但是呢 免费的东西呢 往往就是最珍贵的 那今天呢 这本人生规划书 它可以是五块钱 也可以是五千块 也是五或者是五千万 最重要的就是 你怎么样去给 赋予这本人生规划书一个价值 那今天呢 美婷的分享就到这里 美婷呢 在这里祝福大家 今天是2019年7月19日 那今天呢 你们拿到了这本书的时候呢 一定要好好地认真的去写下 这个你们的那个人生目标 那么呢 在一年后 两年后 三年后呢 我祝福你们能够遇到更理想的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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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